把他全部寫到資料庫裡面 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讀取 讀取其實就是透過兩個串列切割 切割完之後把資料一個個抓出來 再來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裡面的欄位 0 就是那個串列0到編號4 總共會有5個欄位 那這5個欄位我要怎麼樣把它一個個 放到資料庫裡面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就是說一樣用那個SigleLine 裡面的話Connect 我把那個資料庫放在他旁邊 一樣叫Cursor01.db這個名稱 所以這邊會產生一個 資料庫是一個檔案的形式 再來的話呢 一樣啊 這個前面都一樣 我們一樣產生一個Cursor的物件 這個Cursor物件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幫我們先新增一個空的資料表 這個資料表的名稱我叫Member 不過前面有個敘述 如果這個資料表不存在的時候呢 那我就建立 可是如果他已經建立過 我就不要再建立第二次 不然的話會有寵物的問題 多一個這個敘述 那我們總共會有那個5個欄位 那5個欄位 其實理論上應該給5個名稱 不過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不知道要取什麼名稱比較好 而且要把你取中文也可以啦 取英文也可以 但是其實還是不好記 所以有的時候我突然想到eSale 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用 因為eSale 他已經幫你取好名稱了 他叫ABCDE 有沒有 A藍 B藍 C藍 所以我就模仿像eSale一樣 然後呢這邊的話呢 就建ABCDE5個藍位 那不過eSale是本身就建好了 但是資料庫不會自己幫你建 你要自己建 他的型態的話呢 全部都用test好了 但你也可以用別的啦 只是說 有的時候 我也是模仿eSale 為什麼eSale這麼好用 就是因為 你不用去管什麼資料 反正他放什麼東西都可以 那放什麼都可以的話 就test了 OK 你放 數字他也把它變test了 反正都可以放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把它執行 所以這個時候 上面這一段呢 就建立一個空的一個資料表 那做什麼呢 就是放我讀進來的資料 才可以存起來喔 不然你剛剛 開起來之後呢 那個檔案就消失了 就不見了 OK 所以呢一樣喔 底下的部分呢 我就是 把那個 一樣讀進來 這裡這一行其實可以不需要 空的一個list 然後把 一樣讀進來 一樣讀串列 一樣去做切割 不過切割完之後呢 重點來了 這個 我需要怎麼樣 把資料寫進去喔 寫到哪裡呢 基本上 就是寫到那個 剛剛建的這個 Member的資料表 上面這個 Create 這個他嘛 對不對喔 那我就是 把它分別篩進去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要把它分別篩進去的話 請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要 產生一個語法 那這個語法的話 基本上喔 一定要 如果是文字喔 前面一定要加單影喔 再把資料放進去 那這個其實是 最容易犯錯的 好像之前我們有做過啦 那如果說你怕做錯的話 我就建議喔 你可以先把它 先不要excue喔 因為excue最容易犯錯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把上面的這個 串接好的這個SQL 先print看看 我們先確定一下 這好不好 那所以喔 裡面的語法 一定要這樣喔 insert into Member Values 後面加一個括弧 裡面的話呢 如果第一筆資料 有沒有 就要放在 這個單影號的裡面 這個是規則喔 你如果這個規則沒有做對 那寫入就一定失敗 而且 這個地方是最難的 而且可能要揣摩最久 很多同學這邊最容易掛掉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敘述吧 而且 因為我們的資料 那個 資料庫的create的時候呢 因為我是給他test 所以如果你是test的話 文字的話喔 記得呢 就一定要是前後單影號 把這個資料放到A 這個資料放到B 有沒有 這樣才OK喔 你不能說你 沒有放單影號 沒有放單影號好像會出錯 OK 這邊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確定呢 你這邊都沒有問題喔 前面有單影號 後面有單影號 前面有單影號 後面都有的話 那接下來的話喔 你就放心的把什麼 把資料呢 寫到資料庫裡面 所以這一行喔 把它註解掉 Ctrl加斜線 然後並且呢 把底下的這幾行 它一定是什麼呢 它一定是什麼呢 產生一個seql 語法 新增一筆紀錄有沒有 然後應該是for回圈 所以它會下一個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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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幫我在回圈裡面跑 直到沒有為止 不過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剛剛喔 各位有看到喔 就是執行的時候有沒有 它的第一個 這個 資料裡面喔 它會有個問題 就是這個是欄位名稱 那你不能 第一筆要跳過啦 所以怎麼辦呢 我這邊有寫 把回圈改一下 回圈的話呢 剛剛的寫法是 for line 其實這個是for each的意思 for each 這個 就是在這個 串列的每一個 一個幫我抓過來 對不對 不過呢喔 它會從第一個讀 那如果我要跳過第一個的話 可能你的寫法 就要改成這樣 for i for i喔 in 這個range 這個range的話 的範圍告訴它 從第一個開始喔 那串列是從0開始編號 所以那個 藍位名稱就0 跳過 從第一個開始 到哪一個為止 到這個串列的總長度 所以外面包一個LEN OK 它就從第一個到第50個 幫你做什麼呢 把資料寫進去喔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然後 最後呢 commits 確定寫進去的 並且close 然後呢 這邊多一行就是 欸 會員資料呢 全部寫入成功 要把它執行一下 給各位看 理論上 會員資料成功了 成功之後的話呢 請各位喔 再寫一個讀取出來的 讀取出來的話喔 其實我在雲端上也有啦 就是 這個是 寫入 上面是 就是這一串 所以剛剛 最重要的 可能有幾個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這個回圈喔 就我剛剛講的重點 就是要從第一個 到總長度 不過我這邊有減一啦 因為之前減一好像多一個東西 這樣不用減一沒關係 好OK 然後呢 最後才去執行 那再來的話呢 把它讀出來 讀出來就下面這一段 其實讀很簡單 就是 我另外再 插入一個新的那個模組 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 module 那 module 名稱的話 叫 member 底線 select 裡面的話 就剛剛 雲端上那個程式 其實 邏輯非常簡單 跟剛剛一樣 就是 把這個資料 庫再連線 然後呢 利用一個語法 叫 select 所有的欄位 所有 star 這個是所有的欄位 from member 做什麼呢 幫我把它全部讀出來 那 它執行完 就會把它丟給客社 那我再把客社裡面的東西 一個一個 一列一列的讀出來 把它 close 所以全部讀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全部都讀出來 有沒有 它一個一個幫我讀出來 那 不過這邊的話呢 如果說你要把它改寫成什麼 然後特別注意喔 查詢 因為前面有講過 其實原理很簡單 關鍵在這裡 有沒有 丟給資料庫 就是其實 你就跟資料庫對話 你幫我把 所有東西查出來喔 查完之後 幫我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個科蛇裡面 這個科蛇其實有點像 虛擬 在記憶體裡面的一個表格 它就把資料放進去 有沒有 那我們就是 上面再產生一個欄位名稱 再來就是把資料一個一個的讀出來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所以它就把這些讀出來 不過未來 假如說我要做什麼 把這邊改寫成什麼 改寫成關鍵字查詢 那怎麼改寫 特別注意喔 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這個語法的後面 加一個 敘述 比如說我要查什麼 我希望查姓黃的好了 黃什麼 我忘記它叫什麼 黃 但是名字我忘記了 我想要把那個人的資料調出來 黃什麼 那怎麼 敘述這個黃什麼 其實你可以從這邊 後面加一個什麼 會 這個我想也是 蠻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你要下一個 SQL語法 會有哪一個欄位 那欄位名稱的話 因為我剛剛見Db的時候 我這個欄位名稱 我叫A是編號 B是姓名 所以我可以什麼 會有B Like 特別注意喔 如果文字的話 用Like比對 Like什麼呢 Like 關鍵字給它 黃 但是如果你現在查詢的話 它裡面應該是查不到東西 因為沒有一個叫黃什麼的 所以你要什麼黃 那你就是 黃開頭對不對 後面什麼東西 我都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給一個百分比 這個百分比的話 就萬用之遠 就是我開頭姓黃的 就是在那個B欄裡面喔 就姓名那一欄 它的開頭姓黃的 幫我查出來吧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序述啦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姓黃的 全部都幫我查出來了 有沒有 黃佩玲 黃會心 OK 等等的啦 OK 那如果以後你要做統計分析 欸 哪個姓在這個會員裡面最多 欸 做個報表 不過沒有人那麼無聊 剛剛有人 比較做什麼 什麼 蔡其他名有沒有 統計 喔 你們要叫什麼 叫第一名好像叫什麼 熊子 蛤 蛤 什麼都不說 沒有忘記 那個是 欸 年代不一樣 年代不一樣喔 現在新的年代名字不同喔 齁 現在好像都叫 什麼什麼 欸 很特別什麼 是比較高雅 不一樣啦 每個年代不一樣 所以你不一樣的年代 你也可以做不一樣的那個 統計分析 啊其實就是透過這邊 但是問題來了 可是問你現在如果說 欸 老師我這樣每次都要改程式嗎 我可以不要改程式 欸 不改程式可以啊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input的下方齁 這邊 多做一個 假設x好了 x等於什麼呢 我可以用一個input 應該前面有講過啦 input是什麼 input 或者請輸入那個查詢關鍵字 那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把這個x怎麼樣 放到這邊來 那如果我輸入一個黃 帶過來 以後不一定要找姓0的 姓成的等等的話 那你可以把這個x 放到這邊來 特別之外 放過來的話 就是什麼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再加加 再放到中間 一個x就可以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意思啦 就是串接的意思 把資料呢 放在中間串接 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達到呢 我關鍵字的什麼呢 輸入啊 所以以後Jungle就是 把這個放進去 然後呢 從錶單有沒有 丟一個關鍵字過來 查完之後 給它一個表格秀出來 不就是查詢系統了嗎 一個簡單的查詢系統 大概就是這樣做出來的 OK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執行它 如果我今天呢 輸入一個 關鍵字 姓成的好了 比如說我要知道 姓成的 Enter一下 欸有沒有 姓成的都幫你調出來了 OK 啊就是 什麼 成沖液 這幾個 不過因為你會發現喔 底下還有重複的資料 其實為什麼會有重複的資料 因為我剛剛 如果再跑一次喔 它其實喔 又會再 再音色一次啦 因為我這邊沒有限制說 它只能音色一次啦 OK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這邊有多一個喔 就是所謂的關鍵字的查詢 喔 那裡面 最重要就是這個地方 會喔 B欄 Like 這個關鍵字 不過這個關鍵字 記得喔 這個如果打錯的話 這很容易做錯喔 那未來如果說 你希望喔 假如說 你的字不是在開頭 而是在中間的話 記得喔 你可以在前面再多加一個person 就是 前後 它就放中間 只要有出現那個字 就幫我查出來 那這個就是關鍵字 查詢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所以我們剛剛主要是 P字寫進去 P字查出來 那如果這邊OK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 轉移到Jungle裡面 轉移的話喔 你可能會第一個 需要一個樣板 有沒有 Template 就是 請輸入關鍵字 一個文字方塊 它輸入上去之後的話 把它 這個 關鍵字 帶過來 放到 我們的變數裡面 有沒有 request嘛 對不對 然後request 丟到這邊來之後做什麼 再把結果 用表格的方式 幫我把 那個會員資料裡面的關鍵字 帶出來 那這樣以後 你想查什麼 就可以查什麼啦 所以這個 雖然 邏輯不困難啦 但是應用面很廣泛喔 你要查哪個欄位都可以 改一下嘛 你不查 B欄 你查其他欄 可不可以啊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先 試一下 那後面Jungle部分 也可以試著改改看 因為我想 Jungle部分應該沒問題啦 這後面都有講過 所以自己先 再先做做看 應該剛好 你們時間也還蠻剛好的 剩一點點時間 剛剛好 只是說後續啦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應用 那下午的部分的話 其實各位也不用太緊張 有的時候 你也可以有個構想就好了 比如說你想做什麼 你可以講出來沒關係 但是目前做不到沒有關係 你可以慢慢慢慢的 要不就是說 你可以 就是再慢慢的找時間學習啦 像有些東西 像我有些東西 我回想起來 有些東西像資料庫啊 我可能剛開始接觸的時候 我真的也完全不會 而且非常頭痛 等到我真的會 恐怕已經是好幾年之後了 OK 但是其實我就是抱著一個信念 就是我絕對不放棄 好像以前也是這樣啊 書買來看不懂怎麼辦 每天就背著它 所以我一定會有一個背包 背包裡面就放那幾本書 就是我不會的那些書 我每天都背著 每天都帶著 即便我一整天出去 沒時間看 但是我還是背著 還是帶著 有這種信念喔 真的 慢慢慢慢你會發現喔 只要你堅持 有些東西本來你覺得很複雜的 突然慢慢的 好像就變簡單了 OK 不過就是要有一個信念喔 發個願 我一定要做到什麼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但是呢不可能馬上解決 可是總有一天會解決 所以下午的部分吧 假如說 你實在是做 還沒有做出什麼東西 沒有關係 你可以有一個想法 這個想法的話 要不就是說 你慢慢再去完成 要不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找高手幫忙 對不對 有的高手喔 會做 但是他想不出來 真的有的人真的喔 技術很好 但是他沒有ID 他也不知道說 現在大家需要什麼 其實說真的 這個有時候 會寫程式的人不見得他很了解 整個市場的趨勢喔 所以你可能也要 最好兩方面都OK啦 如果你也了解大方向 然後你又很會寫程式 那當然就絕對沒問題了 可是如果你缺其中一個 最好的方式 就是多找一些朋友啦 多聊聊天 對 因為這東西其實 不是說你有技術 你就是 就是能夠發揮得出來 也不是說你 很有想法 但是你沒有人去做啊 對 最好是三個臭皮醬嘛 對不對 湊在一起啊 比一個諸葛亮還厲害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這部分 那待會 也許用個餐吧 然後 下午的話 我們就是看 下午就 進入那個 下午就 下午的部分 就是大家的時間啦 大家也輕鬆一下 不要 好